记得耶稣 他第一次招着西门彼得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在这个岸上讲完道 然后他告诉西门彼得 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当然耶稣不需要这么做 他要行神迹 他在这个浅岸的地方 就叫西门彼得下网 还是可以打到很多鱼的 不过为什么要叫彼得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呢 答案就是接下来彼得的反应 因为彼得说 我们整夜劳碌 打不到什么鱼 不过为了听从你的话 我们就这么做 当然当彼得 虽然有点不甘心 不希望开船 不过当他听从耶稣的话 他就经历了一个伟大的神迹 补了很多鱼 我们也是一样 可能我们不想经过这段时期 面对工作生活的压力 不想 不过主的心意就是这样 我们 他跟我们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在接下来日子里面 可能我们到水更深的地方 我们更多的担忧 更多的 害怕 不过 有主在我们船上 而且我们知道 主通过这样的一件事 要让我们经历 他更大的作为 希望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个时候 更加的心靠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